大家好我是台湖娘 这个的话是那个番茄的苗 我把它拿摘在这个地里面 把这个凳子和厨头拿到地里面来 这挖了一个打一下那个地窝 地沟打好了 现在把它往这个边边上摘着 几颗我往前面那里去再摘两颗 把它分开一点 不然的话太腻 其实呢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就是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只有自己学会 就是自己学会开导自己 自己在困难面前告诉自己 要勇敢的坚强的面对 那时候呢有的时候鲜花呢 也是会有比较脆弱的地方 人呢怎么说呢 喜怒哀乐都是会有表现出来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像我的微信朋友圈 我不喜欢把我的悲伤表现出来 我也不喜欢刷到别人 就是抱怨生活那些 我想别人也不喜欢 就是刷到我在抱怨我的生活 就像每一个被命运 就是被命运虐待的人呢 他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 没有守着人 他自己学会穿衣做做笼活 听不到的人呢 他就自己靠着看着那个手势 说不到听不到不会说的人嘛 自己靠着那个用手势来传达 就是表达思想嘛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的不容易 在困难面前呢 我们只有一笑而过 忘掉就是忘记昨天的悲伤 今天能够看到升起的太阳 就是活着的希望 所以加油 加油加油 这些 hon一件虐备给你